这道番茄火锅鸡是我认为鸡肉最好吃的做法了 洗菜前加两滴食品用果醋洗洁精 去除农药残留更放心 番茄切块备用 由热放鸡肉炒香捞起 另起锅放葱姜蒜 火锅底料 炒香后下番茄炒软 倒入鸡块 土豆 玉米 胡萝卜 生抽 冰糖 盐调味 盖盖再煮10分钟 最后撒上葱段即可 专制各种美味口 水淇里加奶水 加几滴粒白小清干果醋洗洁精 把油腻的餐具放进去泡一泡 自动去油特别省心 用水冲一冲做都干净了 一点油味都没有 还有同款红石油味的也很推荐哦